詞曲 喬尼 nada 愛引起雙印要穿進 別介意世間沒有記跡 抬头寻衣的同情是只要我们看得起 无论与你说你分不清 所以你才迷茫了继续 为了结局我们都忘了方向到底在哪里 你迷茫了你的眼泪绕了空气 极洁的笔剧 我们各自的秘密 保存了什么坚定 在乎像上海的游戏 我知道不能从这手里 一切去转 两个心的怀念每个大哥 遗憾虽然被爱却没有的爱 真心还是假意都一空白 学生信 里边请 请 是 程老板 两位来得真快呀 坐 请 程老板这么着急叫我们来 有什么事吗 今天叫两位过来 是想谈谈下一个季度 我们两家的船务合作 管家 这份报价单 是我们专为贵会准备的 五折呀 程老板 你一下子给我们这么大优惠 真是太让人惊喜了 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 一直关系融洽 最近贵会又做了一件好事 让我心里非常痛快 所以我才特地给贵会 一个最优惠的价格 不知程老板所指的快事 是指哪一件 你这是明知顾问吗 大家都是老搭档了 还兜圈子干吗 我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替我狠狠教训了方汉文 那个忘恩负义的小子 让我觉得出了一大口恶气 所以我才决定让立给你们 陈老板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房间都在说 你们把方汉文扣押了 干得好啊 早就应该给他点颜色看了 这小子竟然敢在我的面前 毁婚和背叛雅杰 所以我希望你们 替我再狠狠地教训 那小子一顿 最好打断他两条腿 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方汉文是很可恶 我也想打断他的腿 吉野 陈老板 我听说方公子 是为了追求贵妇二小姐 穆小英 才选择了毁婚 既然如此 那她依然是你 陈老板的准女婿 但陈老板 为何发这么大的活呢 她这么做呢 根本就是不存好心 她妄图勾引 我们家单纯的小英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可我还听说 方公子和穆小姐 曾在一个地窖里 共度夺日 还险些命丧劫匪之手 想必他们已经有共患纳的时间了 那为何陈老板不成全他们呢 小英生性淳朴容易受骗 我怎么能放心 把她托付给一个朝三暮四的人 看来陈老板 对方公子是颇有成见啊 只可惜 谣言就是谣言 方公子确实来过我们肥龙慧 不过我们并没有扣押她 什么 你们没有替我教训那小子 当然 我们不但没有扣押 反而热情款待了她 管家 把那份报价单收回来 今天的谈话不算数 陈老板 您是在跟我们开玩笑的 我才没有工夫跟你们开玩笑 我还有事情要办 就不奉陪了 晚家送客 陈老板 陈老板 二位 请 走 大人 我们错了 陈金凤根本就不在乎方汉文的死活 他反而还要我们替他教训方汉文 朕有此事 大人 这件事千真万确 那个陈金凤 甚至还打算给我们五折优惠 换取我们替他向方汉文复仇 牟村君 刚才你真应该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 现在错失了机会 真是可惜至极 你们上当了 大人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陈金凤玩的是以退为进的把戏 他故意表现出对方汉文的愤恨 就是想让我们误判局势 以为他不在乎方汉文的死活 如果相信他我们就掉进他的陷阱里 让他牵着鼻子走了 大人说得对 刚才陈金凤的表现确实有表演的成分 我们差点就被他误导了 陈金凤太功于心计 想直接从他手里取得宝盒是根本不可能的 姬爷 我听你说过 那天晚上你看见穆小英拿着盒子去了俄尔沁府 对吗 是的 后来我们在俄尔沁府里根本没有找到那个盒子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如果穆小英拿的那个盒子就是玲珑宝盒的话 按照道理 鄂尔沁马上就会让穆老三打开宝盒取出地图 以鄂尔沁后来的表现 看来他手上没有地图 否则以他那傲慢的性格 绝对不会屈尊与我们合作的 穆小英拿的宝盒去了哪里 你们马上给我查出来 大人 我有个设想 假如那个盒子在方汉文的手上 以方汉文的表现来看 他肯定已经介入到了宝藏这件事里 你的意思是说 他故意接近穆小英来获取那个宝盒 大人 这个方汉文很滑头 他完全干得出来 姬爷 我让你去掏方汉文的话 你做得怎么样了 大人 我 我 怎么回事 我主动向方汉文献身 可他不但不领情 反而讥笑我 我真恨不得杀了他 秦叶小姐 你还要好好抓紧啊 你还要好好抓紧啊 我们要尽快地把他控制在自己手里 是 方公子 这些都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请笑纳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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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喝酒都没意思呀 让我来陪你一起喝吧 我敬你方公子 来 我自己来 谢谢 给 谢谢啊 好 夫人 您有什么吩咐吗 泡点参茶给小姐 是 妈 这么晚了 您怎么还不睡啊 小英怎么还没回来 真让人担心啊 别担心了 她一定是去见朋友了 妈 您先睡去吧 我来等小英 好 晚上风大了 小心别着凉啊 小英 回来了 妈 姐姐 小英 我知道 他们失踪的事情 你很着急 可是 你也别乱了阵脚 好 总会有办法的 都三天了 方汉文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能不急吗 而且 他是为了救我爹 才被抓起来的 我知道 今天我也去找了戴卫先生 他和英国领事熟 我想有英国领事的帮忙 日本人 不会扣住汉文不放的 可是找那些洋鬼子有用吗 我看 他们也不敢对付小日本 小英 姐姐 我先休息去吧 好 小英 呀姐 明天还得上班呢 你早点睡吧 嗯 妈妈晚安 方公子 方公子 怎么了 我 我是小鹰啊 汉文 上次我给你的那个盒子 你放到哪里了 这是那碗 在阿尔庆府外面 我拿的那个盒子 你放到哪里了 藏好了 藏到哪里了 藏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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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宝盒在方汉文手里 是 他刚才被我灌醉了 错把我当成穆小英 我试探他把盒子放到哪里了 他说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好 干得不错 要再接再厉 争取把宝盒从他手里拿回来 是 我正在想办法 母村 穆老三有什么进展吗 大人 我已经安排人 和宋娇龙一块去寻找穆老三了 宋娇龙这个人只认钱不认人 有些事情不能只靠他 穆小英应该知道 他爹穆老三的行踪 你要从他那里下手 是 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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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公子 你是个男人 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 怎么 敢做不敢当啊 沐存君 我先回去了 你想怎么样 很简单 我们会向媒体 提供你久后乱姓的照片 让金门的各界人士看看 你方大公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说吧 你们想怎么样 我们只想讨个公道 讨什么公道啊 吉野小姐是本会的头面人 她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而吉野小姐也非常仰慕方公子你的为人 所以我们飞龙会的意思是 如果方公子同意吉野小姐 成为你的女朋友的话 今天这件事情我们不但不追究 反而还会大力扶持你的事业 嗯 谢了 那么看得清我 我只是个小侦探 帮不了你的 方公子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对你可是百利而无遗憾 让我想想吧 可以 不过别太久 驾 驾 驾 娘 你慢点 娘 儿子没用 没能给您借到看病的先 好 娘 您放心 她要这样对你 我也不会让她好过 您先休息会吧娘 我会让她付出代价的娘 喂 我是颜东 讲话 喂 长官 我有个重要的情报 杀人嫌犯穆老三没死 他现在就在澎湖区 你们快去抓他吧 你是谁啊 喂 喂 喂 让你发财 做梦去吧 喂 给我交一下萧警官 不不 让乔明生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来 停车 给 谢谢 你找谁 我找你们木村会长 你就说 玲珑夜所会的头牌巫女 穆小英找她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报告 走 什么 她怎么自己找上门来了 多半是为了救那个方汉文 我倒要验证一下 这个方汉文说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怎么办 过来 你去 你去 找几个人 一会儿跟我去一趟防护去 找阿部嫌疑人沐老三 队长 找到她了 太好了 有人给我打了匿名电话 现在也不知道这消息是真是假 那我先去查一下 这个案子一直是萧探长负责 用不用通报他一声 不 别跟他说 等抓到人以后一起说吧 五分钟之后准时出发 准备去吧 是 请 穆小姐今天找我 有何归干 听说你们手里扣押了一个人 是锦备司令的儿子方汉文 他是我朋友 我想见他 没错 他是在我们这儿 他怎么得罪你们了 也谈不上得罪吧 只是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对于方公子而言 也许是件好事 好事 怎么说 这么跟你说吧 方公子到我们飞龙会做客 这一高兴 就喝多了酒 男人嘛 一喝多了酒 就容易冲动 这一冲动吧 就跟本会的吉野小姐 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你自己看吧 好 我不信 这不是真的 沐小姐 其实我也不愿意相信 不过 事实就是事实 我也没办法改变 你带我去见方汉文 我要当面问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 对啊 沐小姐 现在恐怕不合适吧 要不 我现在就要见他 我就需要几分钟时间 好 我带你去见他 帮公子 有人来看你了 谁啊 你怎么来了 我说怎么到处找不到你呢 原来你躲在这里小小快活 我 我没有啊 你没有 那那些香烟的照片怎么回事啊 从事特里蹦出来的 我们可以单独谈一下吗 可以 慢慢聊吧 你知不知道我们大家找你找得多辛苦 早知道你在这里想厌妇 就应该让你一个人烂在这里 变成一只浑身发臭的死亡吧 流氓 你听我说 有人监视我 陪我做场戏 什么情况 嗯 守候 骂我 快点 你这个忘了负义的陈世梅 我恨你 你听我说 我听你说什么呀 你嘴上说爱我 你还跟别的女儿睡觉 我 我真的没有啊 我 我不想听你说了 待在这儿 慢慢陪你的新情人去吧 干吗 那个东西我已经收好了 我正后会让你知道东西的事 马上通知义腾大人 那个玲珑盒 肯定在方汉文手上 是 小鱼 我已经拟了日本人 相信玲珑盒在我手中 我会设法探查幕后元凶 你要配合我 不能告诉任何人 包括雅姐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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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吧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闯飞龙会呢 太危险了 姐姐 我这不是平安出来了吗 真是的 怎么样 见到汉文了吗 见到了 那他怎么样了 他呀 不仅活得很好 还交上了新的日本相好的呢 胡说什么呢 没有胡说 真的 这样 我们回家再说吧 穆老伯 你一定要按时服用这个药 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一天两次 饭后服用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夏侯医生 谢谢你 耽误你看病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太客气了 穆老伯 给你看病一样是我的工作 好 大家动作要快 一定要活捉穆老三 是 是 行动 跟我来 走 走 别动 别动 带走 你就是穆老三啊 你这只恶狗也认识我 怎么放干净呢 这是我颜队长 我以为是谁呢 不过是个大头鬼 你 把他带回去 颜家看管 是 颜队长 你怎么办 这个人身上还有伤 你要小心一点 哎呀 没想到 在这儿也能碰到你夏侯医生 那就不好意思了 也请你跟我回警局走一趟 为什么 我又没犯法 你包庇窝藏嫌疑犯 你觉得你没有犯法吗 等等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 怎么能说是犯法呢 有什么话回去再说 带走 是 带走 走 喂 颜队长 动作快点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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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我也不相信啊 可是 我都亲眼看见了 那么多照片为证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你们两个回来得正好 自己看看吧 这照片哪儿来的 昨晚有人丢在我们的院门口 看见了 看见了 这就是你们姐妹两个一起看中的如意郎君 这不是真的 这是诬险 雅杰 你是警察 这种板上钉钉的证据难道还能有假 我相信汉文 他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小英 你怎么不说话 我都看过了 陆希奇啊 你在哪里看到的 非东会呗 小英 你去那里干什么 是不是想去救方汉文啊 胡闹 这简直就是送羊入虎口 我早就说过你们两姐妹太单纯了 对这个社会根本没看明白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那个方汉文 他就是个花心大萝卜 姐姐 你也别太天真了 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都被他骗了 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相信他是无辜的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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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得给姐姐做思想工作了 你 你不用担心我 我肯定不会再上当了 小英啊 看来你比雅杰要明白多了 雅杰 妈妈知道你从小就一直喜欢方汉文 可我从来不赞成你们交往 因为我认为她不是一个 可以承担起家庭责任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好男人 我相信汉文的人品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你 二小姐 有人找你 小英 思琪 思琪 你怎么来了 小英 不好了 你爹出事了 我爹他怎么了 我看到他和夏侯医生 被警察抓走了 我的 滚 滚 喊什么 你老实点 日本人没抓着你 我到你们手里 你们混蛋 你们给我滚 滚 滚 快点 好 走吧 夏侯 小姐 夏侯医生 我爹他怎么样了 放心吧 还好没有再受伤 但是现在 已经被监狱关押了 姐姐 放心吧 我来处理 寅生 多亏你帮忙了 不用客气 应该的 夏侯医生 你现在处于取宝阶段 不准离开金门 每天的行踪 都必须向我们汇报 明白了吗 好了 知道了 真够麻烦 这还麻烦 将来法庭判你的包庇罪成立的话 恐怕你就得坐牢了 好啊 那你现在就把我靠近去算了 正好我可以在里边仔细阅读一下 医学书籍 你 好了好了 别说了 明生 他个性就是这样 输生个性 别跟他记紧 放心吧 好 我不跟他记紧 这次的抓捕行动 我怎么没有接到通知啊 头儿 这次是队长带队 不让我通知你 我也没办法 姐姐 我想见见我爹 那是不可能的 穆老三是重犯 队长吩咐过 谁也不让见 我去也不行吗 头儿 不是我为难你 队长吩咐过 必须有他签字 姐姐 这次我特地没有通知你 参加抓捕穆老三的行动 就是为了避嫌 这样啊 你以后就不用担心 跟你那个妹妹穆小英 不好相处了 队长 谢谢您的好意 可是这个案子 一直都是由我负责 而这次行动 我却完全不知情 我觉得很难接受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这么说吧 也不知道是谁啊 在局长那儿告了你一撞 说你是顾及姐妹情义 所以呢 一直拖延穆老三的案子不办 才让她一直逍遥法外 我这么做呀 全都是为了保住你这个 新进探长的位子 队长 您应该知道我的个性 我不在意什么探长的位子 我只想秉公执法 是 穆老三的案件 是跟我有很深的牵连 但我也不会因为个人的私情 而寻思枉法呀 我是相信你 可是你也要考虑一下 别人对你的看法 这样吧 这个案子啊 我依然交给你来办 穆老三呢 我已经通知监狱那边 把他单独关押在安全等级最高的囚室里 雅杰啊 我早听说过 穆老三是杀害你父亲的首要遗犯 所以这次 我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审讯他 争取给你父亲讨回公道 谢谢师父 你能理解师父的苦心就行了 其实我这么安排啊 还是替你扛了很大的责任呢 所以啊 这一次要格外小心 千万不能让穆老三越运 否则你跟我在局长那儿 都无法交代啊 我明白 可是队长 能不能通融一下 让我妹妹见见穆老三 绝对不行 这件事情风险太大 没得善良 你去吧 怎么样了 姐姐 队长 让我继续负责穆老伯的案子 什么 穆老伯 他现在被关在最高等级的囚室 所以你的确没法去看他 这样吧 有什么话你跟姐姐说 我帮你转达 这什么意思啊 我为什么不能去看我爹呢 小英 对不起 姐姐尽力了 可是这是规定 什么规定啊 姐姐 是不是 你在背后举报了我爹 所以 我爹才会被警察局抓的 小英 你怎么能这么想姐姐呢 我不是这种人 小英 雅姐可不是她背后 吐刀子的小文 这一点我可以作证的 你怎么作证啊 就因为你也被警察抓了吗 可是你现在不是没什么事吗 我真的怀疑 是你和姐姐 甚至劝到骗我爹上钩的 喂 你太不讲理了吗 是我把你爹 从偶尔心手里救出来的 要不是我 你爹说得定早就遇害了 可是我现在 我现在见不到我爹啊 那好 既然你们不帮我 那我自己想办法 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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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拦得住吗 我不能让她胡来啊 喂 好了 现在能制服她的 也只有放汉文了 汉文 汉文自己都惹上麻烦了 沐老三抓下来了吗 抓下来了 在中范关押室 你们这帮畜舍 日本人没抓着我 我落到你们手里 你们 你们这帮混蛋 混蛋 在老子地方人闹事 我看他是不想活了 是不是 你们这帮混蛋 汉儿 有人找你 你 过去看看他 是 把我出去 混蛋 谁找我啊 谁找我啊 是我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沐老三的女儿 沐小英啊 我还在这做过几天牢的 上次的事情多谢你啊 谢我干什么 下次你要再犯事尽来 别怪我手下无情 长官 今天我想请您帮个忙 让我见见我爹沐老三 你这干嘛 你们两个 没什么事先下去吧 是 你疯了你啊 当着别人的面子拿钱给我 长官 我求您行行好吧 让我见见我爹吧 您守好 不好办哪 这种事你不是不知道 不好办哪 长官 这样吧 我最多 只能让你在求是外面待着 你看行吗 行 只要能见到我爹 就行 行 那 走 过来 徐典院长说了 时间不能太长 哎哎 你 爹 爹 爹 晓芸 你怎么来了 快走 快走啊 爹 我想办法把你救出去了 晓芸 爹不能再跟你当来着了 以后我的事你别管 你别再来看我了 快 快去做你的大小姐吧 爹 我才不想做什么大小姐呢 等我把你救出去以后 我们就一起离开金门 去上海找大姑好好 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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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十七年间 就早该死了 今天 能看着你长大 爹已经知足了 孩子 爹以后不能照顾你 你时间到了 让他走 是 记住 爹跟你说过的话 你要 保护好自己 爹 你不要再说了 走啊 爹 走 爹 时间到了 走吧 别闹了 爹 好 行了行了 快走赶快走啊 不然就该出事了啊 掌管掌管 我想救我爹 我知道 您一定要办法的 哎呦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爹呢 是被沙门点了名的主犯 将来肯定是要判死刑的 这种忙谁也帮不了 掌管掌管 掌管 掌管 你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 只要能够救出我爹好不好 哎呦 好 这样吧 姑娘 如果你实在不死心的话 就去找宋老大 他要是很帮你 咱们再商量下面该怎么办 行吧 找宋老大 好 我现在就去 我再找您啊 好 你跟我说实话 这消息 是不是你泄露出去的 宋老大 这件事您真是冤枉我了 这 我干嘛要砸自己饭碗啊 我肥水不流万人田这个道理 我还是知道的 再说沐老三被警察抓了 我得不到半点好处啊 你说的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 我怀疑那沐老三 是他自己碰上便衣了 是 钱哪 那都是我的钱哪 老大 沐小姐又来找你了 让他进来 都给我出去 是 二小姐 有什么事又要我帮忙啊 我爹被警察去抓了 你知道了吧 这事吧我也刚知道 你说三爷这个命 我这心里呀 一个劲的难受我 你就别难受了 你不是监狱里有人吗 想个办法 把我爹从监狱捞出来 我监狱里面是有人 可现在情况变了 管得比以前严了 宋老大 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的 你就说 需要多少钱 尽管说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你就说多少钱 都给你 我说他不是个小数目 多少 两万 那我想办法 你要确保 把我爹从监狱里救出来 嗯 什么 两万大洋 妈妈 你不是说过 只要我不要那个盒子 其他东西 无论多少钱 您都会给我吗 优优独播剧场—— 劉伟 编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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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命运太过生命 相识中梦抬起 总让我能够爱上你 情节太过着迷 就算有太多的经历 会更美丽 爱上你始终很危险的 游戏 你先那么算是种幸运 付出全部的自己 情愿遇见世界为敌 爱上你是一种很幸福的秘密 还好我告诉了我自己 遇见了你是我的荣幸 命运太过生命 相识中梦抬起 总让我能够爱上你 情节太过着迷 就算有太多的经历 会更美丽 爱上你是一种很危险的游戏 游戏默不散是种幸运 付出全部的自己 情愿以全世界为敌 爱上你是一种很幸福的秘密 还好我告诉了我自己 还好我告诉了我自己 遇见了你是我的荣幸 爱上了你是我的荣幸 爱上了你是我的荣幸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